说一个婚姻的真相,可能有点扎心 就是在情感的世界里,不是说你付出了就有回报的 其实很多的婚姻里面,过得不好的女人并不是她很弱 恰恰相反,她们是有能力,而且长得也好看,甚至很会赚钱的 但是她们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太心软,太容易,信任人,对感情太看重 所以不管老公做了什么,对不起她的事 只要道歉了,悔过了,说了几句好听的话,她就心软了 加上她对老公的信任,对感情的重视,她就很容易原谅她了 这种女人只要爱上了,就毫不吝啬,掏心掏肺的付出 她们不知道,在情感的世界里,不是说你付出了就有回报的 一个女人可以心软,可以信任自己爱的人 可以很重视一段感情,但这样的她,一定要有一些手段 如果你就是这样一个心软又容易信任别人 对感情很重视又没有手段的女人,这不是你的错 但是现在你要有节制的付出 你要有管理家庭的手段和能力,记住 不管是谁,都不能打着爱的名义,让你不舒服 你的爱是要有进退有度的 记得好好爱自己,加油